那还有一个科技同样方向的人很大忙 我们知道目前有卫星聚位仪 透过卫星聚位仪是去知道自己的地理的位置 当然如果您可以知道自己的亲人 朋友 小孩 甚至怀疑自己的对象 有没有外遇呢 也可以把这个机器叫做随身机 它可以透过手机联络 正确指出对方目前在哪一个位置 当然主要是帮助家长来监视这孩子的行踪 甚至说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求助的指派依据 我恐怕很多车队人也很有兴趣拿一个来退来 小先生要给心脏人一个惊喜 但是胡小姐人在哪里 手机萤幕上显示 军生南路三站 很快的它达到目的完成心愿 怎么办到的 小姐皮包里有个旧玩意儿 卫星聚位系统的新客气 让胡小姐的行踪完全曝光 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伤导 把它收拾好办 对 这样子让我可以收拾手机 关心他们的安慰 这项新产品将会让人无所顺其 其中两个按键可以设定手机号码 随时让周遭的人掌握其中 要是发现意外还有触及求救按钮 带着它 卫星定位系统 会让另一方透过手机萤幕 立刻找到方位 忘记停在哪里的爱车 也能马上找得回来 这东西好是好啦 但是感觉起来好像 个人的隐私就已经 收拾都被监控一样了 不过他的商店恐怕会让更多男性人 反而觉得不方便 感谢观看